總統蔡英文叫你解釋一下什麼叫做B戰 這個我倒是有答案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,我特別去讀了孫子兵法 這個上兵發謀,其次發椒,其次發兵,其下攻城 也就是如果要打到攻城野戰,那是最low的 他說叫你稍微注意一下,就知道台灣從來都不是挑釁的 台灣不是只有他事了 那有可能太可貴嗎? 你是哪一台的? 對